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最可愛的VTuber水雨燕 今天要給大家帶的影片是13.5的更新情報 雖然13.5都過去了一點時間 但還是要做個影片跟大家介紹一下的吧 今天就跟著水雨一起來介紹一下吧 影片開始前 如果還沒訂閱水雨的頻道 也不放鬆了你的小手 訂閱一下唷 1.新角色 夏日三地雅射程430價格4375 對天使敵人超大傷害 畢竟暫停天使敵人2秒 降攻無效 季節的二階通常都沒什麼用 雷神也同樣如此 素質跟能力都偏弱 只不過那個身材嘛 炮龍王甘卓斯射程500價格5925 對黑色異形敵人超大傷害 畢竟打飛黑色異形敵人 畢竟緩速黑色異形敵人9.6秒 炮仙者特效 召喚精靈 波動無效 是個攻擊動畫超慢的大炮 浮世燈對屬性有40萬的傷害 DPS高達3萬 但攻擊動畫實在太長 非常有機會打空 不過本身超大傷害 加擊退 緩速的能力 算是很不錯的 二階的表現能力不錯 期待三階的變化 2.新三階 工本武藏 射程400價格4275 二連擊攻擊 對黑色敵人極度傷害 對黑色敵人耐打 超生命理特效 緩速 降攻無效 工本三階的詳細介紹 可以點開U上的資訊欄 去看影片 三階之後的工本 在數字上面的表現更加優秀 並且還有多增加能力 算是一個不錯的加強 狩獵女孩 提倫 射程430價格3000 善於攻擊紅色 異形敵人 比零緩速 紅色 異形敵人7.2秒 超生命理特效 20%機率 渾身一擊 暫停降攻無效 三階 提升善於攻擊 二階的提倫本身在使用上就相對穩定 沒有特別的優點 也沒有特別的短板 三階 增加善於攻擊 也只有在數值上面做一點步槍 並沒有讓提倫有肯大的加強 算是優點可惜 貓咪 警告衛兵 射程165 價格600 2.7攻擊 對異形 古代敵人超大傷害 波動 詛咒無效 三階增加了對異形屬性 並且增加數值 對屬性的DPS有2萬 面對古代犀牛 或者異形山豬等 可以快速消耗其血量 不過射程是一個短板 面對有後排敵人的關卡 是很難堆疊起來的 並且三階需要挑戰絕 勝者波普 到那個時候的玩家 可能都不需要這隻角色了 只能說有點可惜 三星四階 貓咪 嬰兒車 射程240 價格3150 40%機率 擊飛漂浮 異形敵人 必定發生Lv3波動 全方位攻擊 暫停無效 四階提升波動 移動速度 打飛機率 變全方位攻擊 三階的嬰兒車本身就是 非常強大的坦攻角色 四階其實並沒有強化太多 補槍 波動跟攻擊的接觸點 讓嬰兒車變得更穩定一點 不過打飛機率的提升 確實是有那麼一點意義不明 總而言之 世界的嬰兒車 依舊強大 有資源的玩家 可以進化唷 四 新本能 超本能 超運送兵團 文明組 本能解範圍 魂攻擊增加 緩速增加 降攻無效 暫停無效 基本體力提升 基本攻擊力提升 運送兵團的本能解放非常強 魂攻擊的增加 讓運送兵團 可以非常輕易的解決掉 被誤殺的不死敵人 全範圍的覆蓋到-730 非常的廣 單下也有14萬的傷害 價格只要2000 生產只要50秒 增加緩速也多一個控仓能力 簡單來說 本身文明組就很強 加了本能的魂攻擊 跟數值的提升 可以說讓文明組變得更加穩定 滿腹 性加良微微 本能解範圍 暴擊距離增加 死前存活 暫停耐性 基本體力提升 基本攻擊力提升 增加暴力機率的微微 在暴擊方面穩定非常多 三人級攻擊加暴擊 暴擊的機率大約有70多% 微微的優勢本身就在穩定的輸出 射程穩定 輸出穩定 暴擊機率穩定 本能後死前存活便必定 暴擊增加 兩項的加強 讓微微現在對鋼鐵是非常的強大 是個極顏值實力為一生的角色 神龍皇帝卡姆庫拉 超門能解範圍 緩速無效 生產價格減少 超限者特效 講好聽一點 較可惜 畢竟緩速無效 跟價格減少 都沒有太大功用 只有超限者特效 勉強跟得上時代 又是能數值 依舊很不錯 講難聽一點 叫超可悲 建議是不要浪費資源 5 新敵人 異形超賢者獵狗 射程350 攻擊1萬2 地層獵狗系列的超快攻速 搭配的是必定傳送 並且還是傳送到後1200距離的位置 可以說是非常讓人討厭的角色 並且還詛咒無效 技術上就是說 每天傳送無效就是被傳到死 還有烈波反擊 烈波反擊加詛咒無效 好啊 現在又是黑凱受傷的世界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不知道這部影片是否有幫助到各位 如果有幫助到各位的話 也不妨分享給身邊遊玩貓戰的朋友哦 喜歡的話也不要忘了給誰一個大大的讚 下次會做更多角色的介紹 如果聽的話歡迎在留言區提出 每週對直播貓戰 不要錯過直播朋友也不妨開小鈴鐺哦 我是水瑜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